2月20号 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启动股票做事交易业务 北交所做事交易业务启动将有哪些积极影响 对此 记者连线相关专家 专家表示 此举将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 增强市场活力韧性 我们现在普通的A股来说是属于这个竞价交易 就是这个买方和卖方直接进行交易 那么做事交易呢 就是它会有一个中间商 或者说我们讲这个叫类似这个批发商 它会事先囤一些这个公司的股票 那么它每天呢 报一个价 然后呢 你买家 你和卖家都可以经过它进行一个交易 如果说就是这个交易不活跃的时候 那么我们把这个做事商拉起来 由它来做 那么就会相对来说 会让这个市场稳定性更强 专家表示 对于投资者来说 做事交易也帮助他们解决了流动性的问题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在这种交易不活跃的时候 你提前 比如说你买到这个股票以后 那么你会不用担心到时候出不去 卖不掉 那因为它有做事商在 它随时都可以按照这个它的这个价格啊 进行这个购买或者是这个出票啊 都是会有的 帮助的投资者来说 解决一个这个流动性的这个问题 北交所自2021年正式推出以来 市场流动性较精选层有了显著提升 但总体而言较科创版 创业版还是有一定差距 业内人士指出 做事商的引入也有助于提升北交所市场的报价厚度和深度 北交所市场少数头部股票呢 成交非常活跃 这就拉高了市场的平均成交金额 但是成交不活跃的股票呢 数量相对比较多 做事商的引入呢 有助于提升北交所市场的这个报价厚度和深度 促进买卖双方的成交 同时在市场出现大幅震荡的时候呢 可以平抑这个股价的波动 使股价变动更加有序平滑 降低投资者的这个交易成本 据了解 截至2月17号 共有15家做事商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取得上市证券做事交易业务资格 其中国金证券 中信证券 银河证券等13家券商将参与北交所股票做事交易 受访机构表示 北交所做事交易业务的推出 有利于券商拓展业务范围 进一步提高券商核心竞争力 北交所做事商在履行受责任的同时 将优化证券公司业务结构 提高证券公司自有资金和证券的使用效率 带动投行财富等其他业务线形成协同发展的效应 增强我们对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然后也促进证券公司高质量发展以及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 券商在北交所市场的投行 投资 做事或经济销售交易业务 成为一个完整的闭换了 可以为企业提供全链条的资本市场服务 更重要的是 北交所融券业务的推出 使得未来融券做事成为可能 那么券商可以在融券的基础上开发各种交易策略 来提升证券公司整体的交易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